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伙伴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在我的成功的字路 我就要谈起我的三十年前跟三十年后 这一堂课是很少人可以谈到 三十年前还有三十年后 也只有Alex Ong 为什么呢 谢谢 当我在年少的时候 三十岁之前 我也是一个上班的 我也是一个上班主 当然 如果你问我 上班 能够养活一家人一辈子吗 上班 能够成就你一辈子吗 他的答案有两个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的皇帝 可能你可以的 如果是一般打工的上班族呢 他的答案是 你会很辛苦 你甚至呢会累死 那么也就这样子 有一天 有一位介绍人 三十年前来到我的家 三十年前 我是住在 Johobaru 我的家乡是 马六甲 那个时候 我在 Johobaru 上班 打聘 那么这个介绍人呢 这个介绍人 来和我谈传销 三十年前的我 对传销 不理解 三十年前的我 对传销 非常地抗计 因为不理解 不能够接受 而抗计 那么我就告诉那位 介绍人 算了吧 我真的 不想做传销 我没有什么理由 来做传销 你还是回去吧 他被我打发回去了 第二个星期 他又在从基隆坡 又来到Johobaru 就第二个星期 当我一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脸上写 传销人 你看到这种人 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各位 你会一看到的时候 妈呀 拜托拜托 你又是不是要和我谈传销 他还是要跟我谈传销 我坚持 你不要和我谈传销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四眼子 他叫我四眼子 有戴眼镜的人 对不起 我们都是四眼子 我只要问你 你有理想吗 各位 他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问我 你有理想吗 你有理想吗 我的天哪 理想啊 后来呢 我就 我就想了一阵子 理想 我真的没有理想 那个时候打工的我 会有理想吗 我的上司 我的老板 从来没有告诉我说 Alex你好好的在我的公司 好好的干 你必须要有理想 将来你成功了 你就在我的隔壁 开一间跟我一样一样的生意 这个是不可能的各位 那么 这个介绍人 他就拿了一张纸 他说 Alex 你们这一种上班的人呢 连基本的这两个字呢 都没有 你难道没有理想吗 你难道没有目标吗 你做人完全没有目标吗 那你没有目标呢 你的未来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问我 这个时候 你只要告诉我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的理想 你的目标 对你 对你的家人 尤其是你的孩子 太过重要了 你知道吗 那么他就拿了一张纸 他说 Alex 至少呢 你最 基本的一个目标 你一定要有一间爱的小物 给你的家人 那个时候 我在Johabaru打拼的时候 我没有房子 那我是租人家的房子 每一个月给那个租金的时候 哇 每一个月给房东租金呢 我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痛 I feel the pinch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这是一间我自己的房子 每一个月呢 我给房东 就等于我在供我的房子 将来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 那多么好呢 就在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呢 停了下来 那我就告诉他 好 你说房子就房子吧 那么好问我 你想象中的 你理想中的 你要的房子 是在Johabaru的哪一个地方 哇各位 他和我设定目标了 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玫瑰大师 谈到设定目标 各位设定目标重要吗各位 那个高手就告诉我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的房子是在哪里 你想你要的房子是在哪里 我告诉他 Daman Berlin Johabaru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地方叫Daman Berlin 环境很优雅 很干净 很高尚 车辆又不多 那么 你想象中的这一间房子 大概要怎样的 是排楼 还是两层的 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就不写这么多了 那我就告诉我的这一位介绍人 你别看我们上班的 没有能力为家人买一间房子 那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月有缴工资金 我们的公司每一个月也和我缴工资金 我自己也要缴工资金 那么 这个人他就把工资金三个字写下来了 工 资金 大家知道什么叫工资金吧 那我还怕他不懂什么叫工资金 我说工资金 马来西亚叫EPF 新加坡叫CPF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么他笑了 我说你不要笑 当我BENSION的时候 30年前 各位 30年前 工资金 如果要用工资金买房子 你必须要退休的时候 你才能够领工资金 才能够买房子 你知道 退休是几岁吗 各位 55岁 那我就告诉他 等我退休的时候 我可以拿我的工资金 我一样可以在Daman Berlin 我可以买一间我的爱的小屋 他笑了 他笑得很可爱 他笑得很灿烂 他在笑我 他说四眼子 你们这种人 书读得比我还多 其实你书读得很多 你们这种人真的是脑袋进水 我问他 是吗 他说你知道吗 你们的想象 停留在那种老古董的年代 为什么你们的想象力 你们不能够做一些改变 我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工资金 如果你搞不清楚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会累死一辈子 你会拖累你的孩子一辈子 你会拖累你的家人 你会误了你的未来 你会误了你的前途 工资金的意思是 我跟这个高手学的 他只有小学六年纪的程度 他说 他说 当你的金钱 你的金钱 你的金钱 寄就是累计 accumulate 累计 当你的金钱累计到很多的时候 你已经变阿公了 这一个叫工资金 这一个叫工资金 对我的口才好 我不知道 你的人面又多 人面多 真的是 你别看我 碰碰碰 我的朋友很多 然后呢 你只要去听听一些课程 那以你呢 你那么勤劳的学习 你一定能够掌握这个行业 好 我接受这个挑战 我说好 如果真的能够让我实现 我的这一间爱的小物 那我的目标设定在给谁呢 给我的 当然这个是我 给我的老婆大人 我老婆有在 然后我的大孩子 然后我还有一个女儿 那个时候呢 还不敢有第三个孩子 为什么呢 打工资啊 不能够有太多孩子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问他 你那么厉害的设定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几年可以实现 几年 我要告诉我 我就问他 因为我要做好准备 以你的能力 Alex 以你的能力呢 八年 以你的能力 八年 那么 如果你更积极的话呢 六年 他说 八年到六年 反正你准备做阿公才买房子嘛 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挑战八年 或者是六年 你选择一个 我看到八年到六年呢 我要 如果能够为家人而实现大家的梦想 你要不要 各位 我要 后来呢 我就在 我就听了我生平的 第一次的传销的OPP 那也叫做事业说明会 那天我到现场的时候 我的介绍人回去基隆坡了 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去到了现场 哇 我看到现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很多人 那么 我就看 哎呀 坐在最后一个位置会比较理想 那我就坐在最后的一个位置 你知道吗 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他的那个讲师身形很高大 样子长得很帅 他的分享呢 真的是 浩浩不绝 哇 我非常的投入 那个领袖他的分享 他讲到半途的时候 他邀请了一位伙伴 也上来讲几句话 他就说 各位 就在这个时候 我要邀请我们的一位伙伴 他拿上来和大家简短的讲几句话 那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的 然后 外貌呢 也不是像我Alex Ong那么帅的 他就站上来的时候 拿了那个麦克风 我看到他的脚已经躲了 我看到他的手已经躲了 我就想 妈呀 你到底要讲什么 要命的是 他一拿起那个麦克风的时候 他说 哥 哥 哥 他眼睛不敢看我们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从他的裤袋呢 拿出了一张Photostat的支票 哈喽 哈喽 三十年前的传销 没有你把你的奖金 直接online to the bank account 没有的哦 三十年前的传销 很cute的 哇 他出奖金 他是写那个支票的 那么这个我我我我呢 他就把他 他的三个月的奖金 他复印了一张 他就拿上来 他说 哥哥哥哥哥 各位 我我我我我我 上上上上 三个月的领导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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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金是是是 他就拿了那个 whiteboard marker 他就在那个白板呢 他就写了 我上个月的奖金是 马 马 马 笔 五 五 我在想 我是福建人啊 这五十米贵啊 五啊 五 五 我就心想我给你五百 我就心想呢 就是五百 我我上个月的奖金是 五 五 五 哇老 这边有一个comma 这边有一个comma 是什么意思啊各位 五千嘛 对不对 我我我我上个月的奖 奖金是 五 五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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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到他 我我我我我我了半天 五 我就心里想是五百 哇老 五千零四十块 我第一个人站在后面 我马上站起来 我马上给他掌声 我马上祝福他 我马上鼓励他 每每一个月有 有三三三千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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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我我我我 也好好的 就跟你学学 我就不要跟你学你 我我我我我 那也好 你有五千 连别 Alex Ong也有五千 欸 是不是八千了各位 欸 三十年前一个月如果有八千 你说会不会改变你的未来 我我我看到他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我我我回到家 我打了电电电电电话给我的介绍人 三十年前我们的家没有电话 三三十年前根本也没有手手手手机 你你知道吗 我我打电话给我的介绍人 我说 好 连别就好好的干吧 各位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三十年前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三十年前我看到了 各位 你要看到 你才能够征服你自己 你要看到 你才能够激励你自己 你要看到 你才能够知道 你这一条路 会走到几时 那么也就这样子 我这一做啊 各位我做了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的时间呢 我非常骄傲的要告诉大家呢 我的这一间房子啊 我的最近 我的房子给他烧掉了 你要陪我 那么 我的介绍人说用八年吧 快就用六年吧 各位 设定目标 我可以告诉大家呢 我是专家 我就设定你讲八年六年 我就告诉我自己五年 五年 为什么呢 第一 我讲话至少不 我 我 我 所以 人家用六年 人家用八年 连别就来一个五年 那么就在这五年的时间呢 我只有往前看 我就比我就好比我开这一部汽车 我把我车的望后镜呢 丢掉了 我只有往前看 我没有机会看到后面的 我只有往前看 任何小气的 任何的挫折 我只有往前看 我的前面就是 我的那一间爱的小屋 地点在 Daman Berlin 各位 告诉大家 就在那个时候 我设定了两大目标 第一个 房子 第二个 车子 你看到这个是什么 sign Mercedes-Benz 那么 也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 几乎可以买房子了 我有多余的钱买房子了 但是 如果我买房子 我就不能够先买汽车 Mercedes-Benz 如果我先买汽车 我就不能够马上买房子 那 你要 如果你是我 你要选择先买房子给家人 还是要先买汽车 选择房子的请几手 哇 好多啊 放下 谢谢 选择车子的 Mercedes-Benz OK 来 请几手 哇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不到十位喔 各位 我告诉大家呢 我先选Mercedes-Benz 那我们给掌声Mercedes-Benz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一个年代 没有人管你的屋子是给你家租的 你知道吗各位 但是很多人会管你 你是用什么车子 这个很重要 因为性格 因为性格 因为形象 你告诉我 这间公司 极好又极好 当我从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我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他们的感觉是 我们王家总有人 出人头地 老人家是多么的开心啊 老人家感到多么的安慰啊 各位 子一样而亲不在 树一静而风不细 趁你家里的老人家还在的时候 马上要快实现你的理想 圆他们的梦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安慰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 我30岁进入传销 这样一路走来呢 各位 我上了很多的课 不管上一堂课要付多少钱呢 我也上 要上一堂课 要马币一万多 一万五呢 还要飞到台湾去上呢 我也飞 我也上 一堂课要一万五千块 马币 机票住还没有算 我也上 我也上 今天我们的成功学院收费是多少钱 在古今告诉我 100 139 这139块数都是花在你的身上的 你知道吗各位 那 30年前 我再走这样的一条路 30年后 我退休了 那个时候我60岁了 我半退休了 很多人来和我谈传销 很多人知道说 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能够推荐到一个人 你的团队呢 一定会很扎实 这一个人 他非常非常好话就不着说了 很不好意思 然后呢 我都一一的季节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累了 为什么我累呢 那五间的公司呢 他也告诉我 我们的公司能够传承 能够传承啊 我们的收入也是持续性的收入 持续性的收入 passive income 到最后呢 讲到传承啊 我真的很欺杀 我都还没有拜拜 你们懂什么叫拜拜吗 拜拜就是很切啦 拜拜 几间公司已经拜拜了 你知道吗各位 所以我的心累了 我最后一间呢 我选择了一间美商 美国的公司 那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说 美国的公司是最稳的 美国的公司是最好的 美国的公司是最高品质的 美国的公司是最迷人 最吸引人的 美国的月亮是最远的 来 我也投入了 结果呢 我上了到一个高点 高峰的时候呢 我qualify了去很多海外的国家 可是呢 这间公司在这个地球呢 也已经消失了 他的老板还有private 那家有飞机了 公司倒了 公司倒了 那我怎么办 我的付出 我为了我家人 我为了我的下一代 我说我要成绩给我的孩子 但是公司没有了 你不是误了我吗 我不干了 你在和我谈美国 你在和我谈什么公司 我的心已经失望了 那我只能够告诉我的朋友 不要再和我谈传销了 谢谢 在爱多美之前 我退休了 没有人可以打动我的心 除非你带着很吃力的刀 你来见我 我们高手过招的话呢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结果呢 我死在一个29岁30岁的年轻人的手里 这个年轻人呢 把爱多美介绍给我 我不认识他 他听过我 他从韩国来 那么就这样子和我谈传销 那我就心里想 我谈爱多美 我就心里想 我要不要给这个年轻人机会 首先他才30岁 他的背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一间传销或者直销 他也过去根本没有成功的经验 我要不要给他机会 我要不要听他讲 各位 我这个人过得很简单 我给人家机会 为什么呢 我也曾经年轻过 我开始就是30岁 跟这个年轻人一模一样 30岁的我 我在做分享的时候 中老年人也给我机会听 今天我已经进入了中老年了 虽然我的样子呢 还是很年轻了 我知道 你们讲什么我都知道 这个叫死爱年 那我就给他机会讲 那么他就拿牙刷出来 牙刷 我的妈呀 Uncle 61岁了 你和我谈牙刷吗 他拿牙膏出来 我要晕了 这个是什么生意啊 各位 各位 你拿牙刷 你拿牙膏 你打不动我的心啊 后来我就 直接的我就问他 你告诉我这间公司的商业模式 你告诉我这间公司的文化 你告诉我这间公司有没有系统 你告诉我这间公司有多少人成功 你告诉我这间公司你帮了多少人 他整个傻掉了 他很耐心的 他一一的跟我讲 跟我讲 跟我讲 当他跟我讲到爱多美的商业模式 跟我讲到爱多美的文化的时候呢 我的心已经慢慢的接受了 但是我就没有马上告诉他 I want or I do not want yes or no 我没有表现在我的脸 那么我就回家的时候呢 那个晚上我就上网了 我就找 Atomi USA Atomi Canada Atomi Singapore 爱多美台湾 我就要知道这几个国家的领袖 他们的对爱多美的评价 我在上网我又在找 Atomi Atomi 爱多美有什么 什么 有什么缺点 那么我告诉你呢 你们上网好好找吧 那么你会找到很累了 因为我看了很多间的公司 这间公司有什么缺点 A公司什么缺点 B公司什么缺点 A牌到Z很多都有缺点 爱多美呢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呢 有一个缺点 你们可能没有看到 你们都不知道 当你做一间公司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那间公司的缺点在哪里 同意吗各位 对啊 当你要追一个女孩的时候 你打算把她起来做老婆 她是你这一生的一个伴侣 你要知道她的优点是什么 她的缺点是什么 她的缺点是什么 她的缺点以后我们可以帮她吗 这个是很重要 后来呢 我找到了爱多美 原来有一个缺点 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 这个缺点呢 这些缺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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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缺点呢 那个晚上 那个年轻人 小鲜热火 他那爱多美 我就找到 美国有一个领袖 他说 你是否为了你40年的未来 40年的未来 可能你已经进入了60岁65岁 你的退休的计划写好了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传销是对的 Networking is the best But end of the day They fail us 公司倒得倒 当你有的公司是 你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老板看到你的收入那么的胖 他们就把原来的10个percent 他们就改回变成7个percent 变成5个percent 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这种叫做心态不振 心速不振 事业必败 各位我看太多了 那么我看到这个美国的领袖说 爱多美这一间公司呢 它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间公司 这一间公司它的制度 它的制度来自怎样的制度呢 首先它是双溃 很多人都可以做 It is a binary system 我们不是要做太阳线 有的公司要做六条线 有的公司要做八条线 有的神经病要做十二条线 它就是两条线 然后这个美国的领袖他说 在Atomi 整个的奖金的发放里面呢 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叫做持续性的收入 什么叫做持续性的收入 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来自哪里呢 持续性的收入来自持续性的消费 各位不管你开心不开心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 不管你心情好不好 明天睡醒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帅牙是错的 张开眼睛对了 给他一个掌声 当你一张开眼睛的时候呢 那么你应该是帅牙洗澡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爱多美的日常用品全部要用上了 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消费 所以那个美国的领袖 谈到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他说我选择爱多美 我这一生要再爱多美 因为我这一生只有一个终极目标 passive income 然后我在看爱多美台湾 爱多美台湾的领袖说些什么 我看到了同样的一句话 叫做持续性的收入 passive income 我在台湾的领袖的身上 我在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叫做传承三代 爱多美不同的是在哪里呢 爱多美就凭做它的经营理念 we are absolute high quality 我们产品是绝对的优良品质 我们的价格是绝对的低廉价格 然后呢 每一个人都要都要用爱多美的产品 因为他们是首先是爱多美的消费者 从消费者用了产品过后 产品满足了他 他对产品建立了信任 他对公司建立了信心 他会成为产品的爱用者 从消费者变成爱用者 他会变成经营者 他会变成一个经营者 所以呢 爱多美这一个事业呢 各位 他就以着他的这个理念 加上他的文化 爱多美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呢 爱多美的文化是小孩自学 什么叫做小孩自学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 董事长 他就是要照顾人群 首先 你们知道爱多美的产品 你有听过爱多美的产品 不断的在起价 有听过吗各位 没有 没有 而且爱多美的Hemmoheim 2009年一盒的Hemmoheim 是多少包 三十包 三十包 一样卖一样的价钱 今年2018年 前后九年了 还是卖一样的价钱 不过一盒的Hemmoheim 有多少包 已经是六十包了 三十包到六十包 翻了几倍啊各位 翻了一倍 但是爱多美 他加量 他从来不加 降 这一个 这掌声响起吧 各位 这一点呢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呢 爱多美是一个怎样的企业 爱多美 他就是一个爱心的企业 很多的传销公司 我敢说几乎 99%的传销公司 原材料一起价 所有公司的产品是不是起价 爱多美从原来Hemmoheim的三十包 走到今天 经过九年 变成六十包 原材料最少起了三倍到五倍 董事长一分钱都没有起价 他只加量 他不加价 你们是否看到这间公司的爱心 你如果看到这间公司 它能够做未来的一百年 这间公司 它能够做未来的两百年 如果这间公司 能够树立所有爱多美 全球的领袖 都非常的正直的话呢 这间公司能够做一千年 我问你 你要爱多美一百年 还是要爱多美一千年 大家都要一千年 为了我们的子孙 我们要爱多美 未来的一千年不是一百年 那为了未来的一千年 我们先要树立一个 自己正直的一个榜样 各位 我还看到爱多美的一个优点 爱多美的奖金发放 跟很多传销公司的奖金不一样 很多的传销的奖金制度 他们会树立 他们会培养很多的领袖明星 那些领袖明星 有的开着Lamborghini 有的家世班路 还有游泳池 那么爱多美的奖金制度的发放 爱多美它不培养任何的明星 爱多美当你在双亏 尤其是在我们的组织奖金 大家知道什么叫组织奖金吗 General Commission 我们的Marketing Plan 或者叫做对碰奖金 我们的风顶一天是 左期多少积分 五千万 尤其五千万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如果你的A团队 今天有五千万的积分 你的B团队 今天有五千万的积分 你的对碰一天拿多少钱啊各位 一天拿马币五千块 马币一天五千块 你够不够用啊各位 马币一天五千块 够不够用啊各位 这个叫做什么顶 这个叫做风顶 这个叫做风顶 那么爱多美呢 在韩国有好多的大领袖 他们已经来到这边了 已经来到风顶了 每一天零五千块 那么马来西亚是 比较持开发的国家 那么印尼比我们更持 中国是不是更加的持 是的 爱多美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公平的 一个马拉松赛跑 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接力赛跑 那么我们大家就借助 每个伙伴的力 每个领袖的力 每个国家团队的力 那么每一个人 迟早都会来到风顶 你同意吗各位 对啊 每个人是不是 有这样的机会啊各位 那我虽然已经61岁了 我还在追求什么呢 我看到爱多美 我看到这个风顶的制度 我看到它持续性的收入 我看到它能够传承三代 那么你知道吗 也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61岁了 我选择这个爱多美呢 有人说 Alex啊 你不是退休了吗 你还要拼吗 你不会累吗 我说 在爱多美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各位抄下来 三年不放弃 五年成 成什么 对了 掌声一下鼓励自己吧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30岁 今天你是一个60岁 各位 三年 三年 我才64岁 三年 你才63岁 请问 一个64岁 一个65岁的年轻人 年轻吗各位 我告诉你绝对的年轻 为什么呢 马来西亚又换政府呢 我整个人被击罚了 你们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点 全世界最老的首相就在马来西亚 他几岁呢 他39岁啊 各位 他39岁啊 马丁几岁啊 各位 当然啊 他是93岁了 93岁的他 要改变整个马来西亚 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的年轻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的年轻 不能够为我们的家人 改变他们的未来的日子呢 可以吗各位 爱多美的制度最美的地方 还有一个封顶 他不会被那些传销高手拿走 我们没有希望 他不会被韩国人拿走 他不会被韩国的大灵性偷走 老板的这个计划 留给每一个国家 他是那么的公平 他是那么的美丽 但是他并不遥远 你只要三年不放弃 三年再爱多美 快的话 有的人已经是 Sharon Rose Master了 对不对 三年不放弃 有的人可能上了 Star Master 对不对 三年如果对一个 一个传销的一位新兵 三年可能他都能够上 Diamond Master了 日子也过得很邪意了 那么如果在未来的五年 各位不得了啊 因为你们知道爱多美 2019年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吗 各位 全世界最肥的肥肉叫哪里 中国 中国 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我 我们应该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我们马来西亚人 讲几个语言 我在印尼的时候 我告诉印尼的朋友 saya dari Malaysia saya adalah seorang Malaysian Chinese tetapi saya bolehcakap lima bahasa 五个语言 他们杀了 第一个 saya bolehcakap bahasa Melayu bahasa Melayu saya什么 boleh faham 肯定的 那一天 那一刻 在印尼 他们每个人 给我掌声 我告诉他 我的马来文 刚刚好 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马来文很强 你懂强在哪里吗 因为我的脸皮很厚 我讲得不好 但是我敢敢的讲 你给我未来的三年 在印尼 你说我的印尼话 会讲得很好吗 各位 你如果给我未来的五年 我能够在印尼 我的印尼文呢 我能够讲得像印尼人 各位 因为我是一个 很肯学习的一个人 成功一定要付出代价 那么我告诉印尼的朋友 我是华人 我能够讲一口 非常流利的中文 中国要开 我帮到你 香港要开 我帮到你 第三 我能够讲一口 非常流利的英文 虽然你看我样子 非常Chinaman right Don't play play My English Not really bad Okay Don't play play 那么我告诉他 我帮到印尼 都不够 我让马来西亚 都能够 帮到你 Korana Kita 都能够 讲到 巴哈 Sai 英文 We are the best 第四 我讲了一些 各家话 我把他们的距离 越拉到 越近 他们给我拍照 是包住的 你懂吗 那些照片 不能给老婆看到的 所以各位 我们既然占了这个优势 为什么我Alex 不把握爱多美 为什么我不做爱多美 因为我只要付出 未来的三年到五年 今年我才61 未来的五年 我已经走了两年 我还有三年 我才几岁啊各位 64岁 你如果用93岁 扣起64岁 你说我还有多少青春啊各位 我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 我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 我是不是有大把的时间 对吗各位 我只要再从未来的三年 未来的三年 好 你看 Australia现在开始了 未来的三年 印尼国后是哪一个国家 看 Before越南 Russia Right 有的人说 我也没有人在Russia 在俄罗斯 我也没有人在俄罗斯 俄罗斯我只是认识一个人 我真的我认识一个人 你不要看我这样我很厉害 我认识俄罗斯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Putin 你们认识吗 认识吗 对啊我们都认识哪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 后来我心里想 俄罗斯你那么远 俄罗斯你 Don't talk about Russia 忽然间团队问我 Alex Alex 俄罗斯是不是明天开 我就很冷的说 是啊 我俄罗斯有人 我说是吗 你有谁啊 他说我已经发了资料 给我俄罗斯的朋友 我俄罗斯的朋友要知道 爱多美是怎样做的 我就问我的团队 那你飞去俄罗斯吗 他说我准备要飞 Alex如果你跟我飞是更好的 那Alex飞不飞 飞 因为Alex还有几年 还有未来的三年 还有未来的五年 马哈甸93岁 你知道马哈甸今天在哪里吗 你知道马哈甸呢 一化的政府 马哈甸飞了几个国家吗 他飞到哪里 我几乎能够背给你听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谈这个课外题 我认为 他老人家可以啊 你Alex老吗 讲真心话 我是不是很老了 你们有看到我的摆头发吗 没有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没有摆头发呢 因为我young 因为我才染 因为我young 爱多美的什么 color purple 所以我是不是变得更加的年轻 你说我的声音想不想 为什么我的声音是那么的红亮 你知道我们一天在吃什么吗 还有什么 还有红森队 还有咖啡队 你看我的位置有一杯 atomy three in one coffee 各位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虽然61岁 我的身体好过很多人 我的声音肯定亮过你 我的眼睛虽然是小 如果要是树上的小鸟 你未必会剩我 因为我眼睛够小 你要眨眼我根本不用 我的眼睛够小 砰 全部的鸟会跌下来 我的优势 所以呢 为什么我不把握爱多美呢 那么我就告诉我的孩子 我也告诉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问我 我说我要重处江湖 我要做爱多美 我心里的大孩子呢 打了电话给我们 我们FaceTime You knowFaceTime FaceTime 我看到他 他看到我 FaceTime 孩子问我 老爸 你还要做吗 你过来心里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我再买一间房子 妈妈喜欢种花种草 我买一间房子 有很大的空地 给妈妈种到爽 那我心想 如果你是我 你会过去吗 各位 我不要 因为我如果过去 我会很孤单 因为我很喜欢 Lagopi喝咖啡 我那边没有喝咖啡的咖啡 你懂吗 那我孩子说 老爸你不要再做了 你就休息 你就退休吧 我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我告诉大家 这三十年我所学的 这三十年 我有很棒的 没有失败的一个策略跟战略 我为什么不把它分享给大家呢 如果 如果 如果大家要用五年来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 那我们用三年吧 各位 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 老爸所学的 我今天站在爱多美的这个讲台 我就要散发我所学的 我要散发我所懂的 我要散发我要鼓励更多的人 我在爱多美 我设定了自己的目标 我是在打造一个资产 给我的家人 我在打造一个资产 给我的太太 我在打造一个资产 给我的孩子 我在打造一个私产 给我的孙子 我要走的那一天 我应该是这样走的 我会走得很潇洒 我会走得很自然 因为我在爱多美 我全部交代完了 这个叫做爱多美的 持续性的收入 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是说 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都有收入 对不对 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去年的九月到十月 我在西尼 我在澳大利亚 我在那边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有多少个星期二 各位 一个月有四次到五次的星期二 我在澳大利亚 那个时候澳大利亚也没有开 我不谈爱多美在澳大利亚 我只有睡觉 这种日子爽不爽啊 太爽了 那么看看一下 明天又星期二了 然后再看看一下 星期二到了 奖金已经在付口了 没有东西做 再玩顺 都有钱进账 你说这个是什么公司 它的名字叫 爱多美 这个叫passive income 然后我飞回来的时候 我用ATM去调整一下我的平衡 我有一点对不起团队 因为他们在奋斗 我在澳大利亚玩损 他们正在奋斗 我在澳大利亚大睡觉 他们在奋斗 我们又去新西兰 我们又去Tesmania 团队在奋斗 我们在吃那个stick 他们在奋斗 我在西尼的海边 遥遥远地看着那个harbour bridge 我叫我太太 从一杯狗壁 我的脚翘起来 我在看那个harbour bridge 对面还能够看到 那个opera house 他们在奋斗 我的心 确实在马来西亚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要引爆 各位 所以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要征服 Alexander the Great 他说 I came 我来了 I saw 我看到了 And I conquer 印尼要开了 香港要开了 中国要开了 印度要开了 刚刚好 就在这未来的五年 各位 棒不棒 阿多美可以不可以做 如果你看不到阿多美 你说爱多美不能够做 我会 我会借你一支 爱多美的吹风筒 为什么呢 你肯定是脑袋 进水 你想不通 你看不到 然后呢 我会吹干你的脑袋 所累积的水 所以 爱多美是每一个人的未来 爱多美是每一个人的前途 也是你下一代的前途 我希望 东马的所有的领袖伙伴们 三年不放弃 五年成大弃 那我们在印尼见 我们在香港见 我们在中国见 我们在印度见 我们在高峰相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